這樣的一個狀況 篩季大家買不到 結果到時候買到的價格 跟別的國家比起來 似乎也真的還是差很大 另外立委洪孟凱也質疑了 陳時中說要自主應變 分明是要大家自求多福 痛批只想選舉 根本無心訪疫 我們時間點線 佳瑜 好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小事 各位最新 邀請到立法委員洪孟凱 是 大家早 是 晚安早安 我們今天還是要有關於疫情 因為確診數破千 已經是連續五天了 那加上現在打疫苗 真的十分重要 所以指揮中心 預計是在下個月的時候 能會公布有關於 青少年施打第三劑 以及兒童疫苗施打的注意事項 還有有關於長者施打第四劑 預計是在六月的上旬 將會開始來施打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防疫指引 好像都是地方超前中央 甚至陳州 現在好像就是不顧選情 現在應該說顧選情 但是不顧疫情 那我們再來看到 有關於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昨天就講了 這個居家隔離的照護單 是不是可以請地方直接來做授權 但是陳中的回應是什麼 他說這是地方的權責 當然不免想到說 這真的是地方的權責嗎 還是你只是想要甩鍋給地方呢 委員怎麼看 我想現在疫情非常嚴峻 尤其是昨天兩千多例 不只是破千 而且是兩千多 那今天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都希望是疫情趕快趨緩 可是目前看起來疫情還是持續往上 沒有趨緩的一個跡象 這也是令人擔憂的 好 所以幾個部分 我想一定要先做釐清 第一 我們倒回頭來講 新北市市府侯友宜市長 其實真的在過去這兩個禮拜 早就已經超前部署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自己在 我的各選區裡面的區公所 其實區長也好 清潔隊相關的人員早就動起來了 但是我們常常就說 中央在過去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 不是常常都講是說 疫情指揮中心說了算 所有各縣市都要依照 疫情指揮中心公佈的標準 公佈的作業 公佈的方式來做 這不是也是疫情指揮中心嗎 怎麼現在反過頭來 因為疫情嚴峻了 疫情多點爆發了 確診數多了 反而就講是說 其實這根本就是地方的權責 那我們只問一件事 有沒有找地方開會討論過 最簡單的道理不是這樣子嗎 地方跟中央不是各自為政 不是互相對立 不是互相作業 而是應該防疫一條心 中央地方一條心才對 但是很顯然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陳時中部長並不是這樣想 所以當疫情已經嚴峻了 多點爆發了 當地方首長反映回來說 這些部分應該要化繁危險 趕快讓地方授權 可以地方做的時候 中央好像認為說 這個又是在被地方打臉 被地方逼宮 所以馬上又火速的澄清 甚至聽說昨天陳時中部長 還兩度跑到記者室裡面 再跟記者釐清 就是要把這件事情給說明 那我們就問 如果說真的是這樣的話 其實只要開一個會 或是一個公文命令 讓大家知曉 所有各縣市了解不就好了嗎 而且這絕對不是 只是新北市政府的問題 新北市政府是 因為新北市有400萬人最多 但是這樣的一個 確診的一個狀況 其實各地方政府 也都需要了解知道 所以中央一個公文 交代所有各縣市防疫指揮體系 一條邊不就馬上可以處理嗎 所以我覺得搞不懂 陳時中部長為什麼在這種 極為末節的事情 好像還是拘泥 好像還很怕說 這個責任甩在自己身上 另外我們也看到這個疫苗 不管是疫苗 不管是說打相關的防護 其實我覺得 像昨天的專家會議裡面 有一件事情我是感到認同 為什麼呢 至少現在兒童的疫苗 只能打半劑的莫德納 但是一開始 記不記得當初一出來講是說 第一劑跟第二劑中間間隔 只要四個禮拜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是說 四個禮拜會不會太過於冒險 太過於照進 因為相比之前的BNT 開放給12到18歲的青少年 施打的時候 也是第一劑第二劑 相隔12個禮拜 而一開始的說法是說 只相隔四個禮拜 我們想6到11歲的孩童 還有就是莫德納 我們普遍一般的民眾 打的這個疫苗的後作用 跟這個副作用 相對來講都是比較強的 如果說6到11歲的兒童 即便只打半劑 他的身體負擔得了 負擔不了 這都是很大的一個 讓大家討論跟憂心的地方 昨天的專家會議至少講了 就是第一劑 第二劑 6歲到11歲莫德納半劑 是將隔12個禮拜 才能打第二劑 我想以醫學 以科學 以專業來說話 大家會比較沒有話說 而如果什麼事情 都想要用政治操作的話 說實在話 你想要選舉就去選舉吧 我們再來看到 蔡政府真的超前部署了嗎 現在陳舟又丟了一句 要民眾自主應變 可是這句話好像讓我們 不免想到蔡英文過去 有講到要民眾來自立更生嗎 來自生自滅嗎 現在民眾想問的是 政府真的做好指引了嗎 甚至現在我們來看到 快篩世紀一技難求 但是現在蔡英文總統 他就宣布了 已經是購買了1億劑的快篩世紀 將價格目標要壓低到100元 但這中間到底是誰突立了呢 價差又是賺在哪裡呢 我先稍微修正一下 家瑜的講法 蔡英文總統要大家 是要自立自強 並不是自生自滅 人家沒有講的話 我們不要 對 我們不要把它放在 他的嘴巴裡面 但是我們聽起來 也一樣是不舒服 如果說要你自立自強 要勞工朋友 要媒體朋友自立自強 那就是勞工朋友媒體朋友 就是在勞資落差 有一個很大差距的情況下 才需要政府的介入不是嗎 那一樣的道理 資源 行政 資訊 疫苗 物資 全部都在政府的手上 結果當真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要大家要自主應變 那我們要問 那現在政府過去兩年多的 超前部署到底部署了什麼 你是不是可以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向國人交代 還有 我們也要說 現在民進黨在台北市的 市長的佈局 是不是真的非陳時中不可 如果說真的是陳時中的話 你不管是6月宣佈 7月宣佈 現在才4月多 還不到5月的時間 疫情都還沒有到達一個最高峰 我們真的很怕現在指揮官 人在曹營 心在焊 人在這邊 但是心已經飛到6月7月 要宣佈參選市長的時候 那會不會變成說 這段時間只在數饅頭 就是等待退 等待退伍 等待要去選舉的一個操作 所以說每天一天過一天 就是數饅頭過日子 我們真的很不容易讓看到 有這種代退老兵的心態 所以追根究底 這一些部分都是我們持續要求 疫情指揮中心要求指揮官 好好的防疫 好好的做好重點 而快篩試劑更重要 像現在快篩試劑 說有買到1億支 然後每一支有100塊的一個價格 到底是怎麼樣做 是徵召我們國內的 所有快篩試劑業者 來提供100塊的一個快篩 還是跟國外採購100塊的快篩 要來賣給國人 還是跟國外採購比較高的價格 但是只賣給國人100塊 還是跟國外採購比較低的價格 但是要賣比較高的100塊來給國人 我想這都要說明清楚 不然的話人家會講是說 你需要賣給國人100塊沒有錯 但是平均國外的快篩的價錢 差不多3塊美金到5塊美金 就是換算回推來講合理的價格 應該是台幣100元左右 但是如果能夠更低 為什麼不更低 如果說我們能夠一次 用政府出面大量採購的立場 把價格壓到80塊 70塊 甚至更低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給國人更低的價格 就是不能有任何的圖利 或是不能有任何的 好像還要再賺取這個 所謂快篩財 或是所謂的疫情財的概念 所以我們還是要呼籲 現在的指揮中心所有的物資 如果說還沒有備妥的趕快備妥 還沒有購買的趕快購買 真正重要的是要讓國人有足夠的子彈 我們才能夠共同打贏防疫這場戰爭 是 今天謝謝委員 謝謝 好 防疫故當重要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 有關於防疫的指引跟防疫的措施 指揮中心真的公布的夠明確嗎 青少年施打第三劑 甚至成長者施打第四劑 都是在下個月 以及下下個月將會開始實施 不過民眾很擔心的是 現在本土疫情 連日都破千 但是指揮中心跟病毒共存的作為 卻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引 我們再來看到 陳時中她講了要民眾自 她說什麼呢 她說要民眾來自主應變 但是自主應變這件事情 民眾很關心 就說你要民眾自己來處理 但是想到蔡英文總統 她講的自立自強 民眾想問的是 難道要我們自生自滅嗎 什麼都要我們自己做 現在侯市長丟出了居家照護的指引 但是問到陳時中說這個指引 能不能地方來做授權 但是陳時中說什麼 這是地方的權責 所以又把問題丟回給了地方 所以現在讓人不免想到說 是不是要問中央說一個配套措施 難道每天疫情連日報 都是要每個人都確診之後 疫情才會停下來嗎 還是這個居家照護的措施 真的足夠了嗎 民眾真的有能力 可以對抗疫情了嗎 以上是這些故意最新 我們將進行交易給彭琳主播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